葛珮帆議員是今天的主持 另外我是沙田區議員 也是婦女事務委員會的委員 我右手邊的也是沙田區議員羅宇佩 也是我們婦女事務委員會的委員 台上也有三位來賓 分別是香港乳癌基金會顧問理事會成員 珍儀欣醫生 另外有我們同路人同盟的兩位的會友 就有鳳鳴和Simi 我們現在就正式開始我們今天的發佈會 我們先請我們立法會議員 葛珮帆議員跟我們分享一下 麻煩 麻煩Kellie 各位傳媒朋友 各位香港市民 尤其各位女士們 我們的節目們大家好 大家知道下個星期五、三月八日 就是三八婦女節 就是我們婦女的大日子 我們一直在民建聯的婦女事務委員會 我們都很關心婦女的健康 其中有一個議題 其實我們跟進了很多年 雖然媒體不是十分關注 但是我們認為仍然都是要不厭其煩 不斷地提醒我們的婦女 就是乳癌的問題 以及女性乳健檢查的重要性 所以我們今天我們聯同香港語言基金會 以及同路人同盟在這裡做這個記者招待會 就發佈我們早前 就是做了一個女性語健檢查 習慣調查的一個結果 就在三八婦女節之前公佈 希望可以引起大家的注意 令到大家都更加關心這個問題 為什麼我們這麼關心這個問題呢 因為香港現在是亞洲乳癌病發率最高的地區之一 根據醫管局和衛生署的數字 2021年我們女性的乳癌新症個案 是有5,565宗的 就案年上升了13% 2022年我們有792位女性死醫乳癌的 佔女性癌症的死亡人數12.5% 所以大家都看得到其實乳癌 乳癌是真的可能很容易就會有一個在我們坐著 而大家究竟有多關心自己的乳房健康 有多習慣做這個語健檢查呢 我們發覺其實我們問身邊所有的女性 發覺仍然都是很低的 所以我們今天就做了一個這樣的調查 那麼我們早前就訪問了1,010位香港的女性 那麼就稍後會有詳細的調查的結果跟大家分享 但是我現在先講講一個 就是綜合的解釋先 結果我們發現有三成半的受訪者 是完全沒有乳房檢查的習慣 包括自我檢查、臨床檢查和乳房X缸造影檢查 都是沒有的 在40至59歲高風險一族的受訪人士裏面 有定期進行乳房X缸造影檢查的不足四成 而在18至39歲的受訪群組中 有六成是沒有自我檢查乳房的習慣的 另外有四成的受訪者對自我檢查的認識是不足 所以這個情況是非常非常值得關注的 另外我們發現近八成的受訪者 就完全不知道政府有一個乳房的 篩查先導計劃 所以過去雖然政府在做一個45歲至69歲的 篩查先導計劃 所以應該說 雖然政府在做一個公毅45早的乳房的 篩查的先導計劃 但是在2023年總共只有19,300人 接受了這個乳癌的風險評估 而香港45至69歲的女性其實是164萬這麼多的 而先導計劃原本政府就說有4萬8千人會參加的 結果經轉介的X光造影檢查的病人是不足5500人的 只佔剛才我們說過164萬的0.33% 大家就知道其實是非常之低 就是說我們爭取了很多年 希望政府做一個乳癌的篩查的計劃 政府就說先做了高風險的先 高風險的女士之中其實經過了這段時間其實都是沒有什麼人做的 政府撥了的資源也是沒有善用的 也都沒有做足夠的宣傳教育工作 令到大部分香港父女都不知道 也都不關注 也都不去做 所以我們覺得這個問題是非常之嚴重的 所以我們今天也都找了一些專家 還有我們也都找了一些國內人 可以和我們去分享一下他們的看法和他們的經驗 那麼我們就最重要我們就是要呼籲 300婦女節所有的女性其實都要關心自己 愛護自己希望大家都定期做乳房的檢查 因為及早發現是治療的關鍵 那麼我們也都要求政府就是完善和加強這個篩查計劃 那麼詳細的情形呢 我們留下我們的今天與會仔和大家去詳細的分享 交個時間給Kelly 好 麻煩你了EQ 那麼我就都簡介一下我們今次調查的結果和分析的 那麼其實剛才EQ都說了很多重點 那麼其中呢有自我檢查習慣的 還有做定期臨床檢查習慣的受訪者呢 其實是不足五成的 那麼這個數字是非常值得關注 那麼而有定期做這個 乳房造影檢查的比率呢也都很低 那麼當中呢有18至39歲的受訪者的群眾裡面呢 其實有六成是沒有做這個自我檢查習慣 那麼其實都反映到他們做這個自我檢查的意識是很不足的 那麼是需要政府呢去加強去做一個教育 那麼去提升我們姊妹們的意識的 那麼另外呢有我們部分受訪者呢 認為自己身體狀況是很好的 所以呢都不會有定期檢查 那麼根據我們看護癌基金會裡面的數據顯示呢 其實有八成以上的護癌患者呢 是發現自己有硬快才去求醫 那麼導致了呢他們在確診了之後呢 要付上更昂貴的醫藥費 還有那個病情呢會更加複雜 那麼這個呢都是我們姊妹們呢去做定期檢查呢 其實都可以減低到他們身心 還有財政的負擔的 那麼也都有大部分的受訪者呢 認為呢現在的自我檢查的費用呢 這個去做定期檢查的費用呢 是非常之昂貴 那麼目前呢我們 我們乳房X光造影的檢查有2D和3D 那麼其實那個費用呢 由1,000元去到幾千元的 那麼這個是對於基層女性來說呢 是都一個負擔 但是衛生署推出的 我們201年年推出那個 乳癌篩查先導計劃呢 我們參加的人數呢 其實見到那個數字都不是那麼高 那麼我們見到我們受訪者呢 其實有八成是不知道有這個計劃的 那麼是直接剔一個是毫不知情 那麼其實反映了呢 政府在這個先導計劃的資訊呢是不足夠 那麼當中呢我們見到在2023年年底呢 有一萬九千三百人呢 去接受這個評估而已 那先導計劃呢 在過去兩年加起來呢 才有四萬八千人 那麼其實這一個呢 是全港四十五至六十九歲的女性呢 是佔0.3%的而已 那麼這個是非常見到這個成效的低 那麼我們在這個調查裡面呢 也都在數據裡面呢都反映到出來 那麼所以我們都希望呢 政府在接下來加強宣傳計劃呢 是有一個重要的 那麼我們分享完這個調查結果 那麼我都想邀請回我們的 與會的來賓 那麼香港預言基金會 顧問理事會成員 曾怡欣醫生呢 去分享一下他們過往的一些數據的 麻煩你曾醫生 好 麻煩你了 那麼就好多謝大家邀請香港預言基金會 來跟大家分享少少關於乳癌 現在在香港的情況 那麼就 我們剛剛財政預算案出了啦 那麼見到政府呢都有加強 就是醫療的預算啦 還有加強癌症臨蟲的服務的 不過呢在婦女健康或者是 特別在一些預防計劃上面呢 就不見到有很多的著筆的 那麼我們呢就提倡全民乳癌篩查 為什麼呢 因為呢其實我給少少數字給大家聽聽先 那麼其實呢 我們乳癌來說呢 在香港女性來說呢 是No.1的乳癌 乳癌就是最常見的乳癌來的 那麼我們一年的新症呢 入侵性呢都有五千幾個 那麼就是說呢 每一天呢 起碼有十五個女士呢 會發現有患病這個情況 而計上如果懸吻癌呢 其實是多過六千 是有六千四百個的 那麼為什麼我們這麼緊張呢 就是因為 其實 全民篩查 就是我們做了一些檢查呢 我們做了一些研究呢 就是發現 很多時候剛才同事都說了 啊我們大部分有八成的女士呢 在香港患乳癌呢 都是她們摸到又不舒服 才去看醫生的 那麼而對比起 啊我沒有事沒有事 我定期做身體檢查 定期做乳房造影 這兩 這兩 這兩種 兩組的不同的病人來講呢 我們發現呢 其實他們的結果的分別是很大的 我們發現呢 如果是 在身體檢查做乳房造影 發現那一種 即是那一些病人呢 他們的存活率呢 是高很多的 那麼也都呢 我們呢 下一個 將這個圖看回呢 為什麼這麼重要呢 我們 是沒有得控制自己會不會患病 但是我們 可以控制到的 如果真的患病的時候呢 我們盡早去發現 要早期發現呢 那麼呢 我們看回 第一 那個醫療的費用 我們用藥的需要和手術呢 那個範圍呢 其實都可以小一點的 那麼 那條命仔呢 都是會長一點的 所以為什麼呢 都是這麼重要的 就是這樣解 那麼我們也做了一些研究 發現呢 如果是身體檢查做乳房造影 發現患乳癌 激茶發現患乳癌的病人呢 他們的醫療費用呢 是會便宜三分之一 那麼多的 而且長遠來計呢 我們做了一些研究 就是我們用十萬名平均普通風險 就是不是特別高風險 普通的女士 如果我們四十歲開始和她做健康激茶做乳房造影的時候呢 就發現呢 這個十萬名女士裡面 我們可以挽救兩萬七千幾個生命的年數 還有呢 可以節省七點七億港元的 就是總共的醫療費用 其實就是 會 市民會健康一些 也都政府的醫療負擔也都會少很多的 那麼 好了 那為什麼我們 經常都要提倡這件事呢 因為其實我們 也都跟其他亞洲的國家都比較過 其實 譬如 鄰近的地方 台灣 日本 新加坡 南韓 其實他們呢 早二十年呢 已經開始有個 軟岩的篩查的計劃的了 那麼其實 香港呢 我們二零二一年呢 才有第一部分階段的篩查計劃 已經在 比其他國家落後了二十年了 那麼 那麼 我們也都 其他 參考其他國家呢 都見到 其實每兩年一次的 預防造影的檢查呢 也都是足夠的 是的 那麼 也都是可以有明顯的 減低 乳癌患者的死亡率 也都是會減低 所以我們說的是比較高期數第三期或者第二期或者以上癒癌的患者的比率這樣 那麼所以呢 為什麼呢 為什麼這麼重要就是呢 如果 身體檢查發現的時候呢 條命仔會長一點 我們的醫療費用又會短一點 又會少一點 所以為什麼我們這麼提倡全民篩查就是這個意思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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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麼我們不如先請鳳鳴分享一下先好嗎 謝謝鳳鳴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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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ah 那時候政府有個先導計劃 其實我也打過電話去問過 那時候剛剛疫情就爆得很厲害 自己想不會這麼幸運會中的 遲兩年先吧 怎知道遲兩年就中了 中了羽衙 那時候覺得又很麻煩 要去到港島那邊 就是柴灣那邊 那個診所 只有那裡才有 那自己可能覺得僥倖 心存僥倖不會這麼容易中 那怎知道就中了 那我就是 其實我中的是HER2 HER2加荷爾蒙 那當時做了手術之後 就看醫生 那個醫生就跟我說 你又有 你可以選擇單錶和雙錶 那他說雙錶呢 那個存活率就會高些 但是就很貴 就是一針要二萬七千 二萬七千幾 那如果是 單錶呢就是二千幾塊 那後來我就 我們商量過之後呢 都是決定了 選擇雙錶 那但是政府沒有資助 就藥廠那裡資助 第九針 第十針開始 資助 到到 第十八針 就 藥廠就 這九針呢 他就給 他資助二萬四千幾 自己出二千幾 他整個療程 打這十八針 要五十幾萬 那自己要給三十幾萬 那 我覺得如果是 我們的基層 又沒有買保險 又沒有錢 那 那就是 有藥 有藥 自己是 看著有藥 都是幫不到自己 如果你是沒有錢 那 所以我都 幾 幾希望政府 可以 可以資助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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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乳癌這個 這個藥物 將它納入這個 那個藥物名產 好 多謝鳳鳴 都說了他那個 辛酸的過程 那 第一 那個 手續 申請 篩查手續 複雜 那個 申請地點 其實也都不方便 那過程裏面 都要負擔自己 要負擔費用很多 那 相信呢 都是很多 同路人的一些經歷來的 那 我們都 請來Simi 分享一下自己 那個 康復過程 先 麻煩 大家好 我是Simi 那 因為其實我本身 小時候已經有家族史 那 所以我對於 這個 就是定期檢查 大概 我想25歲 打敲 其實我都會有 每兩年 或者每隔一年 去做一個 檢查的 那 這個是 我自己覺得 我不知道大家 認不認爲 當你多了去做一個 定期檢查之後 你對自己的身體 你都會多了去有一個 警惕性 那所以我自己 就算有檢查 就是有定期檢查 我自己自我檢查 都有做的 那 那 當我大概 早兩年 40歲左右 那我就發現了 就是自己都摸到有眼塊 那我就很即時再聯絡 醫生去做檢查 發現確實是有一個腫瘤在裡面 確實是乳癌了 那 那 當時醫生 外科醫生是有叫我 建議我先做手術的 那 我再見其他腫瘤科醫生 其他外科醫生 那 那我決定是先走了藥物治療 因為當時的腫瘤都比較大 3.8gm 那我做了藥物治療 就是化療加雙標靶治療 那 那 我兩年前確診的時候 就是香港這個 就是 COVID最嚴重的時候 那其實政府醫院呢 很多時候這個叫做 算是比較非緊急的治療 是拖得比較久 那 那我就在私家那裡開始坐先 那 到最後 我是將那個3.8cm的腫瘤 鬆小到去1.5cm 那 那這個其實藥物都對我來講 是非常之有效的 那 那 完了手術之後 那 就是香港的COVID都已經 就是去到一個非常穩定的地步 那我就想回到政府醫院那裡 那我跟政府醫生說 我現在之前打雙標靶的效用都非常之有效 我可不可以繼續這個療程 完成這個雙標靶的療程呢 那當時呢 政府醫生呢 是這樣跟我說的 他說呢 在他們的指引裡面呢 其實呢 他們是沒有這個選項 他們可以選單標靶 又或者另外一隻有帶有化療的針 那 那我就自己考慮 那 那個雙標靶其實對我一直以來 那個腫瘤那個效用都比較顯著 那 再跟藥廠那邊 就是聯絡了這樣 那其實 那 那 再計一計自己保險所有的 就是餘下的錢都可以cover到 那最後我就 只能夠回到私家院 那繼續做這個雙標靶的療程 那 到現在其實我已經雙標靶完成了一年了 那 在大概年多之前呢 那 那 我都有出席同類型的記者之代會 希望這一隻雙標靶的藥 可以列入這個藥物命冊 那 但是我猜不到 就是我已經完成了雙標靶的療程 然後再完成了一個口服標靶的療程 到現在我依然在講同一個議題 那 依然是 就是 要求政府可以幫助多一點點這個檢查 幫助多一點點藥物 那 我希望 就是 議員好 醫生好可以幫忙 推快一點一點 令到我們香港的女性可以 可以 可以減輕一點點痛苦 起碼都 謝謝 好 謝謝Simi 那她都很強調了一個 其實 藥物對於我們癌症病人的一個 有效 還有重要 但是 耐嚇昂貴的醫藥費 其實的確是影響了整個療程 那 所以我們民建聯婦女事務委員會 都有五點的建議 那這五點建議呢 都想請我們 副委會的委員 諾苑貝議員 幫我們分享一下 麻煩諾議員 好 那就這五點建議呢 其實第一點就是 我們希望可以設立一個一站式的 乳癌篩查先導計劃平台 我們可以參考新加坡的做法 其實它會將一些 乳癌風險評估的工具 一些資訊 一些先導計劃的報名方法 預約 全部集中在一個網站上面 透過一些社交媒體 電視廣告 去做一些廣泛的宣傳 我們香港可以去做一個參考 從而去提升我們市民的一些參與率 那在第二點 提升這個乳癌篩查的技術 例如加入3D乳房X光造影的檢查 去減低假陽性和這個照回率 我們也建議要增設這個乳癌篩查的醫療券 可以令到不同的婦女和市民 可以按照自己經濟情況的需要去 去資助一些檢查 或者去加購一些服務 可以令到他們自己去鼓勵 去做到這個身體檢查 第三點就是深化這個公私營的協助 那我們著手可以開設一些醫療融資的研究 例如和一些保險機構 私營醫療機構 或者是非貿易的組織 去多方面持份者去做協商 去增加這個乳癌篩查的醫療券 和市民去加購這個付費的一個服務 那其實就可以吸引到更加多的優質醫療機構 去參與政府這個篩查計劃 那長遠來說 是降低了我們社會整體的公共的醫療負擔 去到第四點 剛才兩位病友都提到 其實有一些藥物的 納入這個藥物的明察 是可以令到病友 可以有一個資助的情況下 可以去獲得這個治療的 例如剛才說到的那個 HER2型患者那個術後的 商標擺藥的一個註冊 其實他由註冊到現在五年 都還沒納入到這個醫管局的藥物明察裏面 其實我們也都建議要增加這個藥物審批的一個透明度 去減少癌症患者和這些罕有病的一個審批程序 去加快入藥 令到這些新型的藥物可以納入到資助 去改善我們一些患者的一些治療的選擇 令到更加多患者可以有藥可用 第五點就是這個加強的宣傳和教育 其實我們應該要加強這個婦女健康的教育 透過不同的渠道 例如一些社交媒體 電視廣告 報章雜誌 甚至是我們可以邀請一些著名的乳癌康復者 去做一個分享 去鼓勵我們的婦女 去實踐一個健康的生活模式 關注我們乳癌的健康等等 以上五點就是我們今天的一些建議 好,謝謝,內議員 我們也有五點的建議給了政府 希望政府可以在未來的預算案裡面 可以多一種的考慮 因為始終我們女性的健康 都影響很多個家庭 尤其是我們在職的婦女 或者是雙職的婦女 都是有健康才可以照顧到我們的家 我們繼續請郭議員 去幫我們做今天最後的總結 謝謝郭議員 多謝Kelly 也多謝今天參與這麼多位港者 和我們分享他們的專業意見 和他們的經驗 我想大家都聽到我們的調查結果 和大家的分享之後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跟我一樣的看法 其實我們民建聯婦女事務委員會 跟進這個香港婦女與健的議題 都十幾年了 十幾年來我們不斷都呼籲婦女 要做乳房的與健的檢查 不斷都呼籲政府要做這個婦女的乳癌的全民篩查 也都不斷都說希望盡快引入治療癌症的藥物 改善引入藥物的機制 其實我們不斷都是不厭其煩這麼說 但是我們的進展其實都是很緩慢的 經過了十多年的爭取 就爭取到政府就肯做一個婦女乳癌的 一個篩查的先導計劃 不是全民王 不是所有婦女 只是他們覺得是高危的婦女 尤其是有家族病史的婦女 其他不覺得是高危就不用做了 我覺得可能因為政府不夠重視這個乳癌的問題 令到其實我們很多婦女 仍然都很抗拒做這個乳房的檢查 一方面就是缺乏這個知識 我們很多女性自我檢查都不做 我亦都遇到一些個案 一直都忽視這個問題 就算她們洗澡的時候摸到乳房的硬快 但是都可能是衛技疾醫 就是逃避的心態 就遲遲都不肯去看醫生 好了 到她們可能皮膚都灰爛了 才去看醫生的時候 可能已經是去到乳癌的末期 去到即是擴散了生命是倒數階段 才去開始接受這個治療 但是治療一來很痛苦 二來很貴 帶給她自己身心很大的傷害 家人很痛苦 最後也都不拖得很久 這些個案我認識都有好幾個這些類型的個案 對有家族病史的 家族裡面有任何的親人 曾經有過乳癌 其實你都是屬於公禮 更加應該去定期檢查 但Simi那個個案也都告訴我們 很感謝她今天來和我們分享 就告訴我們 就算她一直都有定期檢查 都會突然之間發現 已經去到3.8cm那麼大的 即是連連做都仍然都會突然間去到很大 所以你說如果不連連做的話 是不是更加嚴重呢 所以其實檢查那個重要性真是很大 另外就是也都有一些婦女就覺得 我都沒有家族病史 我更加不需要去考慮 但原來我們醫生都告訴我們 我們很多個個案都是沒有這個病 即家族是沒有病史的 即是不屬於公禮的個案 我們在地區和乳癌基金會合作 做了很多年的地區的一些乳癌篩查的計劃 但結果都是在很多很多肯來的街坊 我們都要哄他們求他們來去做檢測 那真是找到一些確診的個案 那其實是救命的 那他們都是沒有任何先兆 沒有任何的 即是覺得自己很健康 你叫我做好了我就做一下 那就發覺原來出現問題的 所以其實真的不要小看 就是預防檢查那個重要性 但是很多婦女仍然覺得 第一很多人告訴我 就是有尷尬的要檢查乳房 那就是又不想被醫生摸 那不想被人摸 那這個是一個 要不就聽說做X缸檢查 很痛的會夾胸夾到很痛的 真的幾大都不做著了 推得越遲越好 說了做的 但是拖下一年拖下一年拖下一年 拖下一年 結果都是沒有做的 那我又認識很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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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些朋友 那有些呢 就是幾大都不做的了 就是你跟我說都沒有用的了 我都不覺得自己有事 所以我覺得香港婦女呢 就是不夠愛惜自己 是不是 你要想像一下 如果萬一你真的有乳癌的話 你會面對幾大的問題呢 幾大的困擾呢 你可能會面對 就是像Simi那樣 突然之間發現 哇 有個3.8cm這麼大的腫瘤呢 你可能是需要做 就是 全乳房的撤除手術 那你想一下 就是幾大的傷害 是不是 那好幸呢 有藥喔 原來現在呢 有好的藥物呢 又可以令到你那個腫瘤有機會縮小 好像Simi呢 就可以這樣 你的case就是可以 就是不需要做全乳房的撤除手術 那其實又會好很多 那所以 有藥可以用也是很重要 那為什麼有些藥來香港 明明可以幫到婦女 但是 就是 醫管局有遲遲都不引入呢 那這個也是 就是 令我們覺得很困擾的 那所以我們今天呢 做這個調查呢 想再一次 就是呼籲政府 聽到我們婦女的聲音 就是 多一點做宣傳去港教育的工作 盡快去 就是做好了現在這個 的先導計劃 那跟著呢 也都應該呢 就是看一下 其實周圍 不同國家的個案 你就會發現 其實很多國家已經是 做全民的篩查了 也都已經不是做 就是部分婦女 或者公為婦女的篩查了 那為什麼其他國家可以做 我們香港 醫療都很先進 為什麼我們又不可以做呢 究竟有什麼理由呢 那我覺得政府要給我們 就是婦女一個交代 那跟著就是 就是很好對 就是盡快 加快 藥物的註冊 和審批的機制 引入好的藥物 還有呢 就是 我知道你公共醫院 就現在就是 事實是很繁忙的 那為什麼不可以做多些的公私營合作計劃 讓我們婦女可以早些得到 就是診治和治療呢 那我覺得 以上呢 全部呢 都是我們不厭其煩 講完又講 講完又講 那但是呢 就算你們不關注都好 我們都會繼續講的 我們都會用不同的 機會 我們都會爭取機會 跟大家再講 那在這裏再一次就是 呼籲所有的婦女 一定要做 就是身體檢查 尤其是 就是乳房檢查 子宮僵癌檢查 嗯 因為這兩個呢 都是我們婦女的頭號殺手 就是你不可以忽視的 那 為你自己 為你心愛的家人 你都應該要去做這些檢查 那 那也都 祝大家 預祝大家 三八婦女節快樂 那我們 那我們 香港的婦女 繼續頂起半邊天 多謝大家 好 多謝了 EQ總結 那我們今天的發佈會呢 就來到這裏了 那 我們 要再 合照 還是有提問 有提問 我想差不多了 好 謝謝 多謝各位 那也多謝網上的朋友 去收睇我們的發佈會 多謝大家 多謝大家 三八婦女節快樂 三八婦女節快樂